本短片为关于透的众雷心得 会有很多的剧透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电影资讯与预告分析 可由右上角的连接过去哦 冰雪奇缘2 准备好再跟着艾萨与安娜 来一场雷沟的魔法森林 奇幻大冒险了吗 就团一群好朋友加上雪宝的越帮越忙 来看看如何拯救艾伦代儿 再一次盛大空前危机 即2013年第一集的冰雪奇缘 造成盛大的轰动 大脚朋友都很爱会护炫冰雪秀的艾莎 安娜与雪宝还有阿克与寻度小诗都回来咯 也接续了2015年冰雪奇缘惊喜连连以及2017年雪宝的佳节冒险的两只小短片 冰雪奇缘2要再次带给冰雪迷们更多的奇幻享受 在电影的开始看到了是比第一集出现更早一点小时候的闪回 那时候艾莎和安娜还没被拆散 两个小女孩晚上玩在一起还不上床睡觉 所以老爸安格纳国王为了哄他们上床 说了很久很久以前关于一座魔法森林的故事 老爸曾经到过拜访过这座森林 而当然这段传说也是与本片有着密切的关联咯 这次冰雪奇缘故事以国王老爸年轻时候的回忆来揭开序幕 点出了艾莲戴尔跟遥远北方有一座魔法森林 里面是住了一群不会魔法 但却会善用森林水火土风四种林过生活被叫做北乌卓人的部落居民 也说到了当时安格纳老爸安娜的阿公 奴隶的老国王帮北乌卓人盖了一座水坝 要当作是象征两边友谊的一份礼物 不过却在安格纳拜访森林的期间 看到了两边是突然发生争执 打斗老国王挂掉安格纳被救出来 后来魔法森林也硬被盗笼罩着 因此变成里面人出不来外面人进不去 而除了安格纳国王说故事之外 老妈伊根纳王后所唱的民谣曲风 All is Found 里面所提到的阿托哈兰 回忆之河也是这次电故事剧情中的一大线索 延续了之前第一集与两只短片的故事 这次剧情是发生在第一集事件的三年后 也是爱用节庆来带出大家目前的状况 看到艾萨与安娜带领着艾伦戴尔的民众 度过了一个丰收的秋天节庆活动 里面出现了有大南瓜 大致上就是西方人万灵节万圣夜的模式 看到军中夹杂着各种趣味的小幽默片段 阿克与小事是展现了绝佳好伙伴的默契 学宝主要就是负责来耍宝的 大家一起开心地玩着匕首画脚的游戏 而经过前面大家相处生活了一段幸福时光 几个主要角色也开始思考他们的下一阶段 这边就看到阿克与安娜准备一个特别的小惊喜 在这一集里面阿克要来对安娜求婚咯 不过好事总是多谋 过程也是一波三折 求婚的心动好像都不怎么顺利 在这一集的故事里面 算起来艾莎已经当女王好一段时间了 除了要肩负其国阵照顾人民之外 可以感觉到世人难免都会有一些疲乏 有时候艾莎也会出神 想要离开这些繁琐事物 像剧情里也看到了 诺友事物也只有艾莎听得到 艾莎开始听到一些奇怪的歌声在呼唤着她 除了是带出命中注定的天命 引用着艾莎之外 也像是艾莎受到魔法的吸引 想要再来一场 当冒险挑战自我的渴望 所以自从开始听到奇怪的声音之后 好奇艾莎晚上睡不着了 也试着回应并寻找歌声来源 不过却再次不小心把艾伦戴尔带向了危险 艾莎以魔法回应释放出四元素的灵 并因此造成了艾伦戴尔的大混乱 大家都已经知道艾莎有强大控制冰雪能力 但到底这些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集故事算是试着慢慢带出了魔法的来源 先前看过小时候的传编故事 国王老爸说了关于魔法森林的过往回忆 也是带出了魔法的四元素 水 火 土 风 包括了森林路口的四个石碑 飞有三落 亮晶晶小镜片上的图样 还有灯火全息 刮大风与地面翻动 造成艾伦戴尔大混乱的种种状况 都是跟这四种元素失控 四种灵脱不了关系 而每次艾伦戴尔有困难时 请教佩比爷爷这位资深的石精灵就准没错了 再次担任了国社顾问引导艾莎的重要角色 佩比爷爷也跑出来告诉他们事情的严重性 在佩比爷爷的指示之下 艾莎原本要自己一个人出任务的 但是安娜坚持一定也要跟去 所以后来变成了包括他们两姐妹 加上阿克小师当然也还有雪宝 大家是往北方出发一起前进到魔法森林 而这一次故事剧情重点之一 再次展现了艾莎和安娜的姐妹情深 看到艾莎因为有魔法 所以一直要保护妹妹 不想让安娜担心 不想让安娜深入险境 但相对的安娜十分不放心 艾莎一直冲过头 也非常担心艾莎的安危 所以在里面故事的两个女孩子两姐妹 因为这些彼此坚持发生过好几次真实 冰雪奇缘第一集会大红大紫的重要因素之一 坏之人口 手手动听 让人印象深刻的歌曲 绝对是其中功不可没的一大要件 所以这次的续集有一定的压力在 当然也是把歌曲音乐列为是重点中的重点 而且延续了主要角色的特色 在这一集的情境 心情 大家也都各自有主题歌 像是艾莎在第一期唱红了 不受约束要做自己的雷狗 这次则是唱 Into The Unknown 表现了艾莎面对外在的诱惑 想要出拙 更是代表了这一次迈向未知领域的大冒险 安娜受到其他挫折 黑暗绝境 但是不放弃 代表了勇敢再出发的The Next Right Thing 雪宝即前面唱了夏天的幻想曲之后 这次则是When I'm Older 再次唱出身为学人另一种无理头的幻想 而就连阿克、小诗还有巡逐曲 除了延续 还有被其他人放鸟 视若在森林里 唱了另一首Lust in the Woods 所以说这次曲目综合各种曲风 有合唱、有solo 是表现大家的各种处境困境 却也都反映了各个角色再一次的自我成长 可说除了是首首动听之外 更是充满百分百的励志 把握机会的向上精神 就像是命中注定的那样 艾萨安娜被奇幻的歌声引领着 也透过艾萨魔法顺利进入到魔法森林里面 但进入到这座美丽森林只是钱菜而已 一路上又遇到了代表风、火、衰与土的灵 大家是被失去的元素们搞得乱七八糟的 后来也遇到了北乌卓人部落居民 还有同样是被困在里面 好几十年的由马蒂亚斯所带领的艾伦戴尔的皇家卫队 而艾萨他们在森林里面 知道了有代表风的灵 代表火的蜥蜴或可说是龙园 象征土的十巨人 还有节要不逊 水形成骏马 由雪宝所提供的冷知识 水是有记忆的 发现老妈原来是北乌卓人 当年救了老爸 加上北乌卓人提供的资讯 除了是元素之外 还有另外神秘的第五灵 嗯 没错 也大概就如那部电影说的第五元素 这些所过程的 就是这一集故事剧情 艾萨与安娜要利用这些线索 解开过去的秘密 并还要再用来解除 艾伦戴尔所陷入的危机 跟冰雪奇缘第一集相同 一样是由克里斯巴克 与珍妮弗里联合指导 而在这一集 是带出了更漂亮奇异的景致 除了原本的冰雪魔幻之外 四元素更多奇幻 也呈现更棒精致的动画影音效果 像是有风可以轻易飘逸 但也有龙卷风袭击 火龙园乱窜 火苗肆虐森林 失去人惊人攻击 当然还有艾萨推开安娜后 这一段独自面对 惊涛骇浪要跨越过黑海 一次又一次 挑战自我极限的惊险过程 也是再次展现了 艾萨坚持强硬的耐力与决心 而在两姐妹分开新动之后 艾萨在阿托哈兰 发现了魔法森林 被封印的黑暗秘星 但到底是什么秘密呢 艾萨与安娜又要如何分工 拯救艾伦戴尔呢 下一段预告之后 将来介绍最后结局 如果还没有看过电影 或想保有点神明感人 建议可以到这里 就好咯 在费尽千辛万苦 巡抚了水元素的麻 跨越过黑海 也终于来到了阿托哈兰 艾萨发现 原来这边是汇集的 所有水的记忆 像是一座 大记忆制药库的冰冻圣殿 神明歌声引领她 来到这里就是要查出真相 然后艾萨也在阿托哈兰身处发现了 其实当年是因为阿公 鲁尼尔的野心 盖了嘴巴 破坏了森林的环境 更动手杀害了当时北乌座人的领袖 所以才造成 森林将整个森林给封印了起来 而虽然艾萨发现了这个秘密 但也因为太深入阿托哈兰 整个人是被变动 只好透过传送魔法讯息的方式 展现给安娜知道 这个被深埋的秘密 所以尽管安娜没有逼血魔法 但还是有逼血聪明的才智 与大破大力的胆势 后来是操行的 石巨人是利用石巨人破坏水坝 解除了森林的封印 然后艾萨跟着被解冻 赶快骑着水马快马加鞭来到下游 也利用魔法阻止了大水 冲击艾伦黛尔 总结来说 带出另一次全新大冒险的 冰雪七元二 延续发展出各角色的成长 还有姐妹情深 联心合理排除困难之外 也是解释 呼应了地基石的各种问题与遗憾 像是又解释了老爸老妈的传染事件 而这次魔法森林象征了损人在座也可能附座 北乌族人善用了元素的灵 但也因为老国王的野气是破坏整个秩序 甚至是影响到几十年之后的艾伦黛尔 更是认为故事是没有太详细解释太多 但又点出了艾萨魔法来源是冥冥之中的安排 透过老爸老妈像是罗密欧以处理的结合 艾萨就是解决元素失去状态的第五元素 两个女儿也传承了联系两遍人民的桥梁 安娜回到艾伦黛尔成了新的女王 艾萨则是留在魔法森林维护着整个魔法的秩序 而阿克与小时后面英雄救美 终于也是顺势向安娜求婚成功了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 圣诞的皇家婚礼到底什么时候要举行呢 还有大家关心的是不是也该帮艾萨找个伴呢 另外确保一度因为艾萨被冰冻起来 而变成雪花飘散掉 电影里除了让安娜哭得很伤心之外 相信应该有不少观众也看得很想掉眼泪吧 不过索性随着艾萨结冻雪宝也没事了 然后提醒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在折布电影工作人员名单跑完后 也还有雪宝跑去第一集的冰冻城堡 跟大雪怪小雪人们做总结的逗趣片尾片段 就不知道大家喜欢第二集的冰雪奇缘吗 也欢迎留言一起来讨论电影咯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咯 那就先这样咯 拜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